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连更五条动态,新电影将合作三金影后。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出演的电影《无名》晒出《杀青海报》,虽然这部电影已经开通了官博, 但其实整个作品的阵容和大致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。 目前大家已知的阵容包括梁朝伟、周迅、王传军等,这几位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。 王一博自从入行以来就对角色的要求非常严格。 所以他出演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了好评,包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。 风起洛阳,一直到大结局的时候口碑都非常好。 王一博每一次进组之后都会消失一段时间。 近日王一博在喜马拉雅平台连续发布了五条动态,其实这也是一种新的暗示。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进组拍摄《无名》,很长一段时间粉丝们都找不到王一博。 尤其是对比之前王一博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节目,基本每周都能够见到王一博。 这一段时间就有消息称王一博将拍摄新电影。 而且这一次合作的对象还是新进的三金影后周冬雨。 如果真的是合作的话,二人也是第一次合作。 周冬雨可以说是新一代女艺人中比较出众的,虽然平时的热度榜上很少能够看到周冬雨。 但其实每一次有作品播出,周冬雨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。 目前周冬雨已经成为了最年轻的三金影后,让很多女艺人都望尘莫及。 这样的成绩是很多女演员都非常羡慕的。 王一博和周冬雨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,之前易阳千玺就是凭借和周冬雨合作的。 少年的女展获多个奖项,如今在演员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。 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声音都表示,王一博和易阳千玺是壮行的。 二人都是属于形容派,而且都很喜欢街舞。 这就是街舞节目播出之后,易阳千玺第一次参加节目就成为了最年轻的冠军队长。 王一博参加节目之后也是蝉联了两届的冠军队长。 如今二人在演员道路上的发展也很相似。 二人在选剧本的问题上都非常认真,如今口碑和热度也都在直线上升。 两位艺人都是年轻并且优秀的艺人,所以发展的方向相似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因此也没有必要放在一起做比较。 目前关于王一博和周冬雨合作新电影的声音有很多,二人即将合作的新电影《长空之王》。 而且在这部电影之前,二人已经都是刚杀青了一部电影。 虽然粉丝们都很期待王一博能够有新的作品,但是王一博一旦进组就会和外界隔绝。 这也就意味着粉丝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王一博。 尤其是最近王一博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连续更新了五条音频。 这样的操作让大家更加受宠若惊,甚至有很多粉丝已经猜测了,或许王一博真的要进组了。 王一博对于自己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,粉丝们一直也都很欣赏他这一点。 所以王一博的真爱粉从来都不会过多干涉他的安排。 这才是追星最需要注意的,期待王一博的新作品能够更加精彩。